那剛剛我們看了這個叫做版面配置對不對 現在呢我們就來看看喔 剛剛道士老師有提到一個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超連結 我們這個是透過新增網址來對不對 萬一這個文字你想要修正的話 它沒有修改的功能 這個怎麼辦 就是萬一我要多一個加1或加2 那你就只好把這一個先把它移掉再重新增加一個 在網址的部分 網址的部分它這個地方比較奇怪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新增頁面指的就是我們自己建好的頁面 在協作平台建好的頁面 所以你看我裡面有沒有一些課程資料 有沒有我可以自己從這邊去選 從這邊去選 那萬一這個標題有錯 我們都是去改那個頁面的 所以我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你看我先回到外面來 好回到外面來 我們有沒有先準備好這個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那麼最新消息下面呢 我還有幫各位準備一個目錄喔 對不對 有一個目錄 然後你真正的內容 你看到這個內容 其實就是下面這邊 等於說我們的新聞是繼續往下走的 好繼續往下走 我們來看一下 萬一第一個 你這個不是我要的文字 比如說剛剛的 欸老師那邊想要改成上課錄影 好你看到 當你進到這個頁面之後 您注意一下您的右上角 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兩個 我們剛剛是都看齒輪 我們現在看這個 假設你現在看的這頁面想要編輯 你就是用這個 新增頁面就是第二個 新增新的網頁 新增新的網頁 我就按一下這個 好 有沒有發現 這裡就可以改了 這裡可以改了齁 而且 有一個地方不一樣喔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編輯器跑出來了 你看我先離開一次 離開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 你現在看這一頁 就按一下編輯 它的編輯器就會跑出來 好那這個呢 上面這個是它的標題 這個標題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地方 好 國資改上面 好我按QD 這裡還沒有改好 那我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跟著變了 因為我們剛剛那是最新消息嘛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去做 從這邊去做 那 像在這邊我先改回來齁 好 好 這裡我先把它存起來 那麼一般來講 如果您有消息要公佈 應該會就是好幾則對不對 所以呢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 先跟老師說明一下 這裡 您如果要新增文章 就從這邊繼續新增 它就會自動 當你新增好 就會自動擺在這個 這個裡面 變成目錄的一部分 所以呢 我們在 邪弱平台 整個網站的 我們有套用版本的 讓我做好的 每一個頁面也有它自己的版本 什麼叫版本 你看一下 你看我從這個齒輪 有沒有一個叫頁面版本 對不對 頁面版本 我現在這個呢 給您看一下 它事實上有好幾個 有四個 我們現在用的 叫做公告 公告一般來講 是不是就是 一進來我就有好幾則 這種叫公告 如果是網頁 每一個都是獨立的頁面 都是獨立的頁面 所以這個先稍微讓老師